政立委 也是這個秀團 便宜 集團的總裁 黃銘河 涉嫌 設人頭公司 扎領憲保肺 日後好 讓法部部 調查局大規模去疏疏去超 國際不法的所得是超過四億 他拿這次去買台中 設計的合法主帖 檢查有帶回去二十多人 最好是站對黃銘河 還有在部長黃毅廷 還有在部部的副處長 胡玉美 三的人 誰先記了 檢查透明來登順 才是五點多 秀傳便宜集團的總裁黃銘河 她的太太跟小孩子在登順後 叫檢峰生涯 黃銘河走出了中華館吊詹 看見了人家貼 但以外共調 自己是清白的 你們都知道我在當作做好事 他們只要這樣做 你們都就是我嘛 所以知道我做什麼心頭 這個月25號 中華台檢查機會就調查 有七十多名的調查官 當沒有搜索台北到中華 中華秀傳便宜跟他關系企業 黃銘河主題總共十三位 檢峰基礎說 秀傳集團中裁黃銘河 曾經在民國九十九年 生理了銀桃公司建火 來探定有油槍有價的價差 古代的國家款來介紹 賣給秀傳便宜來探禮順 人家照顧他現金 他就是專小的方式 回到自己 太太 還有學生十五個兒的火頭裡面 顧及他的獲利超過四億元 對第一名是因為便宜 來專要價黑洞的問題 檢博書鄉外出品說 早就在中華當中 比來還加強防備的出息 就是藥商每一劑都要跟健保署申報 它販售給醫療機構的交易資料 那經過比對之後呢 我們會把所謂申報比較偏向於不實的 或者是有引力價差的責讓的情形 我們會移送給地檢單位 檢卻已經當不凍結這位安壹商關的金融火頭 超過一億五萬元 頂隨後黃明河跟丹人財務長的雙子 李桑賦訓 檢卻在那裡要對查 秀傳集團中裁黃明河家族 會發探有給茶跟茶林這無費的行為 也要求黃明河丹人財務長的大半雙子 今年登上臺灣水平安靜 記者 綜合報道